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谁组装了 啊 说把咱们的这个missus里面对于model的操作进行了一个组装呀 是不是 他是不是就把这些东西给你增山改叉做组装了 对不对 给你拼出来 不就这些东西吧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点事情啊 做什么事情呢 咱们继续往下去走 咱们上午都在哪块了 是不是把咱们这个 啥玩意儿 是不是把咱们这个class base build 基本上是搞定了 比他咱们看的比他这要多得多 是不是 对不对 他这上面只是给咱们简单列两三个 咱是不是把这整个体系都给他扒开了 对不对 那其实通过这个 你对原版的了解是不是又多了 原版做什么了吗 也没做多少 对不对 他们就喜欢干什么呀 创一些机类 然后呢 创一个单功能类 然后呢 拿我们的单功能类去组合 给你组合出很多带花样的 是不是 实际上咱们那天做那个类似图 你要有兴趣研究的话 其实他和咱们这一样 你就挨个去给他扒开 扒完了之后你会发现 就和咱们做这个 现在这个是差不多的 但类似图咱们说了 没那么重要 对不对 因为他是干什么 是不是生成模板的呀 依赖于模板的 依赖于模板的东西呢 那已经不适合于 咱们现在的什么 潮流了 咱们呢 就把这个 这个wils这块 一定要好好整整 拿这个丸子之后 咱们下一本就是谁了 是不是 auth case and premiere啊 对不对 那比如说啊 咱们做点东西吧 做啥呢 咱们说的这个 我想做个用户登录 你说在咱们现在 啊 REST API里面 应该怎么做的 我想做个用户登录 想做一个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这些玩意 你说咋高 关掉啊 然后呢 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新建一个模型 对吧 咱们要有用户注册 用户登录 你说这玩意哪做的 啊 我现在呢 想做一个用户注册登录的这种 你说咋搞呀 啊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啊 现在咱们要做一个用户注册登录 然后认证权限 你说怎么做 这用户模块 那这话咱们就 首先是用户注册 对吧 然后呢 用户登录 然后呢 用户什么 认证 就怎么认证 它算是成功了 对不对 用户权限 如果这块要开发的话 怎么开发呀 咱们以前做的 用户是不是啥权限都有啊 对不对 那咱们就想现在加点权限 先变成权限 咱们说用RaceVault怎么做用户注册 RaceVault的实现 啊 怎么做 首先呢 咱是不是还是有用户表啊 对不对 首先你得先定模型吧 你不管用什么 RaceVault他只是返回的时候 变成了Jason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说呢 我们不管他来源是什么 我们这块都要有什么 啊 首先是不是应该从数据开始啊 那第一块呢就是 什么模型啊 对不对 或者说是数据库 是不是 先把这个可以搞定吗 这搞定之后呢 那用户注册 无非就是一个什么呀 啊 是不是创建用户啊 还有别的吗 啊 还有别的吗 有没有 查询 能查询用户吗 查询也是查询单个用户 不是这儿的了 对不对 这是单个的操作 是不是 对不对 创建的时候咱们说了 他一般是不是放在咱们那个列表 那个里面了呀 对不对 是不是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用户这块呢 还有点区别 你说咱们用户应该都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用户还要有什么呢 身份 对不对 你是什么 管理员用户 还是普通用户 是不是 对不对 或者说那什么删除用户 已经删除的用户 这些是不是都会有 是不是 啊 那这块这些怎么做呢 在我们这个监控里面内置的这些都是用布尔值做的 咱们现在呢 也可以先用这布尔值来做 咱们以前是不是也说过 逻辑单拙 是不是 对不对 那现在咱们就来做一下这玩意儿 先从这块开始 之后呢 咱们一块块来搞定它 来到我们这边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造谁了 是不是造模型了 那你要造一个什么模型 是不是 比如说 咱们要做一个 呃 用户模块 用户模块呢 咱们说有超级管理员 然后还有普通用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你就定义一个吧 class什么呀 呃 咱们做什么呢 乱有点 咱们这个学生吧 咱就拿这学生来做 对不对 咱是不是 千锋是不是管理咱们所有学生啊 对不对 student 因为我看这会儿有学生还胆子去获言的后台呢 对吧 那咱们就来一个什么 model 4.model 然后呢 是吧 s name等于什么 是吧 model 4.什么 是不是x field maxless 然后多少 然后多少呢 然后多少呢 三这 大种呢 s 你们是不是有这个什么呀 这学生还不好啊 这学生不太好 咱们给你们呈现是学生 那咱们用的时候 咱们用的是一个后台吗 不是 你们那是student.stu 是不是 我们那是教学点 咱用的不是一个 员 那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东西来控制啊 就说咱们可以通过一个接口来给大家区分开身份啊 那现在咱把这个学生给他换掉 咱们叫啥呢 想个名 cress user worker worker 就用的model 怎么 用户模型 是不是 uname 然后呢 u password的 是不是 等于models.r 什么呀 chrfield 然后呢 maxless 256 密码到时候要做安全的 但咱们现在可能没做 是不是 之后再来什么呀 别的做 算不写了 s delete 他等于什么 models.r model field default什么 fals 再之后呢 是否是超级管理员 对不对 是不是 model 次点什么 bole field default fals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模型干什么 是不是可以给它造出来啊 来到这边把这模型变成什么 变成酷啊 那make migrations 那make migrations 再之后呢 呀 咋没有啊 为啥没有啊 没有人知道咱们bills的存在的 对不对 咱们需要干什么 是不是让这个项目知道我们的存在呀 那也就在哪啊 install的app中 加谁呀 是不是 加咱们这个项目名称啊 是不是 现在是不是就有人知道了 走 是不是创建了 Margaret 是不是 切移进去啊 那现在我们这个项是不是就有了 接下来咱们做什么呀 啊 接下来做什么 接下来那咱是不是应该去写它的虚电话器啊 对不对 那来到我们这边 那你想让它可点还是不可点呢 啊 咱们先让它可点吧 是不是 那你来创一个谁啊 是不是 user user seruliter啊 对不对 那它介绍的谁啊 seruliter 导包 导不进来 手写 是吧 from什么 rest free more empower seruliter 那这块咱们就可以写了 是吧 点啊 什么 是吧 hyperlink的modelseruliter啊 对不对 之后呢 那就可以去写咱们这个绑定的信息了吧 写谁啊 啊 model 等于谁啊 等于user model 是不是 导包 导咱们自己创建这个吧 别导错了 接下来呢 什么fills啊 哪些字段是可给人家看的 哪些字段呀 啊 ur 然后呢 嗯 id 是吧 然后呢 uname 还有吗 u password 给他看也没关系 为什么呀 密码咱们最终是会做什么呀 数据安全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给他也没关系 比如说 监管他那个原生的 你进去也能看到 但是你看到的都是一大车乱吧 他告诉你 我已经帮你处理过了 知道吧 你看不到原密码 任何人都不应该知道用户的原密码 知道吧 应该只有用户自己能知道他自己的密码 是不是 那这个呢 id 然后再之后呢 是不是还有什么呀 他可能是不是一个超级员工 对不对 是不是 A字 super 是不是 是不是一个超级管理员 那这些东西呢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有了 再有的时候下一步做什么 是不是写views呀 OK那接下来我们这views你说怎么写呢 咱们这个views它应该具有什么功能呢 想一下这views应该有什么功能 这views应该有什么功能 第一块咱们可以创建用户对吧 是不是 第二块 是不是应该能查询用户 但是我们默认查询 是不是查询集合呀 查询集合 是谁都能查的吗 不是 应该谁能查 只有超级管理员能查所有人 其余的不能查 是不是这意思 对不对 那我们这块就可以接下来干什么 是不是去实现这些东西了 OK那接下来呢 我们先让它实现 就是说咱们这用户能注册 然后呢到时候能认证之后呢 咱们在 查询的时候 咱们再给它接按什么呢 它认证完了 我得看它是不是超级管理员 如果它是超级管理员 OK干什么 允许它查 如果它不是超级管理员 哪怕它已经登录了 能让它查吗 不能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咱们写了 谁呀 是不是优责什么 啊 是不是 user api will 是不是 那咱们继承的谁呀 啊 继承的哪个说 咱们要做这个权限这好做呀 哪个好做一点啊 或许说咱们先就就做这个 嗯 get list 还有这个create 哪个比较快些呀 那咱们上午是不是列了好多呀 那技能创建 然后还能干什么呀 啊 能创建 还能去 获取的 啊 是哪个呀 啊 是create list create吧 是不是 是不是 list create api 我 是不是 这个 那我们干什么 是不是 技能创建 技能获取这个链表的又能干什么 是不是又能创建呀 对不对 那导入这个之后呢 咱们接下来 controll x 来到这块做什么呀 是不是给他指定那些东西啊 是不是 那这有啥呀 sail leader classes 那他都有什么 啊 是不是 user sail leader 啊 对不对 导包 再之后呢 还有谁 是不是quise set 他都有谁啊 啊 这个是user 私的 是不是 咱们是操作列表的吧 加s quise set 是谁啊 user model 导包 别导错了 我们发现user model 是不是好多个呢 导弹自己的 点objet 点or 是不是应该点future 把那个as delete 等于那个什么 等于那个 for 等于处的那个干什么 应该不筛它 是不是 对不对 当然咱们作为超级官员来说呢 可以先筛着 是不是 以后呢 不筛的咱们在说不筛的 是不是 对不对 那实际上是不是就在这加过滤条件啊 对不对 那现在这玩意是不是有了 那再之后呢 做什么 啊 咱们原来是不是要这个东西 咱们就怎么做的呀 是不是给它注册到路由里面去啊 是不是 那来到我们这边怎么造一个路由啊 是不是给它整个urs啊 那urs里面咱们就可以做什么了 是不是ur pinds啊 就等于谁啊 ur 之后呢 这里面是不是写路由啊 那什么路由啊 users吧 之后呢 views 导包 导包 谁啊 咱们自己的views吧 那是不是user users api view啊 adview吧 再之后呢 这是不是就完了 那来到哪啊 我们这个根里面吧 做什么呀 啊 是不是做一个这个 urs的一个注册呀 那这回呢就是ur 然后谁啊 啊 不能叫users 咱们这是userunpermeer这块是吧 up吧 是不是 是不是 那include 谁啊 那咱们这个是 userunpermeer users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咱们把项目跑一下 看能不能用 对不对 是不是 python manager run server 现在是不跑起来了 那咱们要去干什么 是不是 post的某一个接口啊 哪个接口啊 是不是 up的 uders 是不是 然后呢 给他提供谁啊 啊 是不是 uname 然后呢 给他指定个名字 再之后呢 有password 但咱们现在没有做什么数据安全啥的 是不是 那你会给他指定一个吧 910 那之后是不是散呢 散的一下 发现怎么了 说报错了 这报错是啥原因 啥原因来着呢 是不是咱们那个U的model的detail啊 他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还要给他加一个谁啊 啊 是不是要再加一个路由啊 那路由在哪加呀 在咱们自己的URS里面吧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块咱们再加一个结尾 之后这边呢 后面要给他加什么 是不是 问号P 然后呢 PK 然后呢 PK 然后-D加 对不对 这是咱们的评论规则 之后后面呢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U的API view啊 那U的API view咱们说了 它应该有什么功能 啊 这是U的私的 U的的是有什么功能 是不是查询单个用户信息的 对不对 查询单个用户信息 还可以什么 是不是删除等等的啊 是不是 是不是业功能 那接下来我们这些东西 是不是应该能用了 来回到这边 知道干什么 啊 忘了 URS里面应该干什么 是不是给他指定咱们这个 他报错的这个什么 是不是 user model -detail啊 是不是 那来到我们这边呢 看一下有没有重启啊 是不是重启了 之后咱们对这接口干什么 是吧 算的呀 现在是不是就注册成功了 对不对 但咱们的优惑名没有加个医院证 是不是 是不是没加呀 把这个 这东西怎么办呢 重来一下 那咱们这边是不是有这个APP 刷新一下 咱们这是不是这个呀 是不是youters model啊 那这个里面这个数据 咱们是不是要给他加 唯一唯一认证 那把把这东西干什么 干掉 重新干什么 把它签议文件也给他删掉 咱们重新的去修改一下 对不对 来到我们这边 是吧 modus 咱们给他加上一个唯一 唯一认证 对吧 照顾呢 把他这个迁移的这个记录 是不是要删掉 否则是不是签不成功 因为咱们给大家讲过这签议原理吧 他是不是根据这玩意去比对的 OK 那这玩意有了 接下来怎么办 是不是重新迁移啊 声称天移文件 然后执行天移 那这东西现在有了 接下来呢 Python Manager 是不是Migrate 那咱们现在这个 呃 用户这个 是不是应该就可以进行什么了 是不是创建了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东西来到我们这怎么办呀 啊 来到我们这怎么处理呀 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服务器刨去了让它创建去啊 Run server 然后呢 我们这对这接口进行什么 是不是进行散的呀 散的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对不对 如果再散的呢 发现是吧 You name You的 model 什么 It already exists 是不是啊 哎你发现 这个提示好像还挺智能的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他不会像以前一样直接给你可罐吃掉了吧 现在他直接给你报什么 400 Bide就开始 客户端错了 你提供这名有问题 是不是 对不对 那咱们的用户注册是不是就很简单呀 对不对 但现在注册完的用户 它是什么用户呢 全是不同用户 对不对 那什么情况下会产生超级用户呢 咱们又没用过一些平台的平台 或者说 你用一些软件 软件装完了的时候会有个默认用户名啥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个 那咱们这块也能给他做一个超级用户 那咱们这块怎么做呀 那咱们就来到谁呀 什么Vios中啊 Vios里面 是不是这是类似的CreditAPIV啊 对不对 那这里面的谁 谁是处理谁的 啊 处理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创建的 是不是Post的 那这里面是不是有Credit呀 那这Credit到底是咋做的 啊 这Credit这是不是在这框花验证 验证完了 是不是就执行认证 然后Save啊 对不对 我想说这个用户名如果是Rawker的话 我就让它是超级用户 你说这个功能怎么做 我们应该怎么来实现 就是用户名在我已有列表中 我存在的既有列表中 那这些人一注册的时候就是超级用户 怎么做 就是说我有一个列表 然后这些人一注册的时候 他们就能是超级用户 这个功能怎么实现 啊 是不是在我们存之前 我判断下这用户名字就可以了 对不对 OK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做这个功能 比如说这用户名是啥呢 是Rawker 然后呢 咱们就直接干什么 给它变成超级用户 对不对 OK那这会怎么办 首先呢 我们应该把这东西写在我们的Citings中 对不对 那你可以写着谁啊 自己创建一个Super 什么呀 尤子尔斯 是不是 或者叫什么Admins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我们是管理员 这些都行 对不对 那还有咱们这个Super 尤子尔斯 那它就等于什么 有元度 这种的元度里面 如果你是Rawker 你是超级用户 还有别的吗 Sucker 不喜欢它 是吧 咱换一个 Root 也行 如果你的用户名是Root 对吧 那也能是超级用户 还有吗 Admin 不要了 就这些吧 是吧 咱就要这俩 那接下来呢 我就想在创建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这是不是创建的 在创建的时候 如果你的用户名是什么的 是咱们刚才写那俩 它就变成超级用户 你说怎么实验 来 你说一下 在哪判断 在哪判断 就在咱们现在怎么搞 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思路是没有问题 同学说呢 现在咱们需要把这个 用户名接过来 然后呢 自己去判断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 没问题啊 那来到我们这 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是不是在这Carrate 这块做手脚啊 对不对 是不是那你这Carrate 里面它有啥呀 啊 Carrate里面这块是不是 各种验证啊 在这儿 如果到这儿是怎么着 是不是验证啊 如果能执行到 Proform Carrate 意味着什么 啊 是不是就验证成功了 对不对 那之后是不是就进行什么 是不是存储了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 Proform Carrate 能不能给他做点手脚 可以 怎么办呀 啊 是不是重写这个方法就行了 重写这个方法 能不能去修改它的属性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来到哪啊 啊 是不是来到Vils里面啊 你是不是要重写这个函数啊 那这个函数 这个Carrate 到底又能获得啥呀 咱好像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在这做一个简单的视角 什么视角 先把这C5干什么 住掉 咱们把这C2Leaders干什么 打印一下 看看咱们这里面这个东西 能不能都打出来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 那 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让它重启 然后呢 是不是就 再给它发送一个呀 那这个呢 算了 因为咱 诶 是不是重启的慢呀 啊 不是 它那个验证的时候 是不是咱们的用户名 已经存在了 那换一个 是不换个套目 算了 那之后呢 它告诉咱们什么呀 诶 这到哪个借口上去了 这啥呀 collect collections order dict object hans no atribute pk 好哪儿去了 不用保存呀 这还不自动保存的吗 看一下啊 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来看一眼 那怎么包错了 是不是 up uders 咱们先讲这是不是好好的呀 users pk 甚至这是不是都有啊 对不对 是不是都有啊 来的 来一下 算了 没事 我就 它不干什么 可能现在是不是报错了 看一下啊 咱们没保存在后面 在获取的时候 是不是获取不着了 对不对 但没关系 来到咱们这儿 咱们干什么呢 那但是save咱们这优户名要干什么 那每回存咱们要想调试的话 是不是干什么 你每塞的删数据去吧 要不按时代的改数据啊 对不对 那没关系 咱们就这样来看一下吧 来到这儿我们干什么 是吧 post啊 算了 那这回是不是就把这东西这边 创出来了 infeelfer是不是 post啊 那来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就打出来写了 是不是 use the serializer啊 对不对 这东西是不是就打出来了 那这什么 这是不是contest啊 再接下来这是呀 这是不是view啊 对不对 接下来是呀 format 那之后呢 data等于什么 是不是querydict啊 然后这里面什么 you password的 you name 这是不是就有了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判断 这个you name啊 对不对 那在我们这边怎么判断 在我们这边怎么判断 啊 你首先是不是今天通过 fair letters拿到谁啊 啊 是不是获取它的data 对不对 data拿到了 然后呢 它是一个querydict 你可以干什么 get 对不对 get个啥 是吧 get咱们的这个 you name 这样咱是不是应该都拿到you name 拿到you name之后呢 你是不是要判断一下 这个you name 是不是在咱们的列表中啊 印什么呀 啊 是不是咱们这个supro user 是啊 是这玩意儿了吧 对不对 倒崩 倒进来 如果它是我们的supro user 那接下来 这呢 你就干什么 是不是 创建超级用户啊 是不是 如果不是呢 那就是什么 说普通用户啊 普通用户 咱们就不打印了 行吗 是不是 那接下来咱们干什么 是不是来看一下 咱能不能成功获取到 能成功获取到 咱们下一步就要干什么了 是不是去改它的属性了 对不对 那接下来怎么办 让它重启 是不是重启了 咱们开始 咱们 scripture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